yo 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贺俊玲 是不是看到我觉得非常的意外 整个就是一个 那个 对不起 忘辞了 刚刚想了一段非常炸裂的开场白 结果我给忘了 那就不说了吧 嗨 但不过我就想说啊 感觉这几天没有看见我 就觉得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 是不是 还是需要我的出现 我感受到你们肯定是这样想的 所以说我就出现了 我感觉接受到你们脑电波的信号了 今天来呢也没什么事 也没有什么事情 我怎么老是嘴瓢啊 主要就想说 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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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在这 这儿长了个痘 好多天了 他都还没好 我记得我上一条视频就说这儿长了个痘 结果到了现在 他还没好 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记得我这几天还拍了些东西 哎他这个他这个痘啊他就不消下去 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什么那个特别快速的就是让这个痘啊 比如说一天之内他就消失的的办法可以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们说如果拿吸尘器吸点上的话会不会好一些呢 我自己都觉得不会 但我没说过啊 哎如果这个是真的可以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一下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 当然吸尘器就算了啊 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还有的话就是我今天准备做早睡第一名 我要做早睡第一名 虽然好像现在已经不早了 主要是我刚刚点了一个吃的 我刚刚点了一个羊肉汤 我这两天好想吃羊肉汤啊 我从成都带了一些辣椒回来 然后就放在了那个厨房 我在成都有一天去吃饭的时候 那家店的辣椒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吃 我就问哎你们这个辣椒哪买的呀 人就听出来哎好像想知道我们这个辣椒哪买的 他就说这样吧 我送你三盒 我就白白的哎收到了三盒辣椒 我也把它带了回来 现在全部都在那个厨房里面放着 所以点了个羊肉汤 哎一会准备就着辣椒吃 嗯太爽了 不过我还是早睡第一名 我就是要早睡 你们也要早睡 12点了应该还是叫早睡吧 应该还不算晚 还有啥其他的事吗 好像也没有了 今天做了头发 我这个这个并角这个地方不知道用的什么东西 他这个往后面收 这个头发就是硬的 但我感觉这个硬的摸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导致我今天一直在摸我这个头发 就没有停过手 好像也是没什么大事了啊 没什么大事我就去洗澡去了 就准备准备吃我的外卖了 如果你们要吃外卖的话 也可以把那个外卖的图发在评论区里面 让我看一下你们都吃的啥 我也可以借鉴一下 最近如果要点外卖的话 其实有一点选择困难了 都不知道吃啥了 如果不吃外卖的话 觉得要减肥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如果你们有人特别多的话 我就看到谁谁谁要减肥 我就可以把我吃外卖的图 就是那个外卖的图没有我 就发在这个我微博的评论里 这样你们就要去点东西吃了 肯定会被我铲住 好端端的减什么肥啊 是不是 大家都能吃是福 有什么可减的 你们又不胖 大家都不胖 就好好吃饭 好了 不说这些其他的东西了 我要去准备洗澡睡觉了 洗澡吃饭了 大家也早点睡觉 晚安 拜拜 晚安